第六章 环境危害 捡起组织样本 水培区的电车站才被封锁了 你得走别的路 乘电车返回机库 然后前往维修站 还记得你把那辆坏掉的电车 移出轨道的地方吗 那里有桥通道 可以带你去水培区 我们原本是在医疗区 而这边出去呢 是剑桥 也就是说除了电车之外 它的这些路啊 都是通的 我估计玩到最后啊 你可以从走路 从剑的尾部 走路一直走到头 刚刚是接到了一个支线任务 但是那个支线任务呢 现在没有办法 一口气给它完成 所以说我准备 在特殊的时间啊 一口气把这些支线任务啊 给它完成 你看这边呢 就是剑桥的甲板 现在我们前往维修区 也就是我们最早修电车的那边 坐电车 我们稍微快进一下 即将到达飞行甲板 电车控制室 往这边走呢 是医疗室 往这里呢 就是电车站台大厅 而电车站台大厅这里 是我们以前 没有打开的那条路 现在这个门开了 到这里 观众不知道也没有印象了 直接前进 我们之前就在这里修理的电车 前面的那扇门 以前是打不开的 现在呢 进去之后 就可以前往水培区的电车站台 艾萨克 如果你在水培区不紧 检查一下你的头盔过滤器 呼吸内里的空气有危险 没错 我闻到了 整个甲板都在腐烂 食物仓库里有个大东西 太大了 他们种植的任何东西 都不可能有这么大 看起来像是毒气的源头 那个在医疗室的病人 说过要制造一种煤 对吧 也许科学家们 留下了可供实用的工作站 到了这里之后 水培区的电车 就可以使用了 人人都知道神盾器需要帮助 一些新鲜的水果 能有什么害处 近日卫生间 拿点补给 水培区 顾名思义 就是用水培养一些植物 或者说生产一些植物的区域 毕竟长时间在太空里面 用土还是不大好 浇个水 把声音那么大动作 录音和循环播放 我是伊丽莎白科罗斯博士 致所有幸存者 原路 泛徽 一切都消失了 我们培养的一切 我的队伍 他们都死了 那个怪物 请离开 找个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能找到杀死他的方法 亚哥布 如果你听到 你知道我必须试一试 看起来 我们想听一下 你的 你听到 你听到 我赶紧 你听到 我是伊丽莎白科罗斯博士 你听到 他 我赶紧 你听到 因为 我赶紧 你听到 我赶紧 你听到 我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你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已经拿到了可以消灭怪物的煤 现在我们到食品仓库里边去 不不不 回去了 没法进入食品仓库 就算有 李维坦也会把你吞掉 你 你是伊丽莎白科罗斯 是吗 李维坦 就是他在污染空气吗 看把一切破坏待机 不管是空气还是我的队伍 我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美兰沙斯塔 只需要夜弹就能完成合成 但我派去医务室的人 每一个能回来 我这有一些煤 我的天 怎么会 听着 我们得把它注入立围残体内 你无法进入食品仓库 但还有别的办法 虽然是有风险的 还能比空气耗尽更危险 我的队伍 已经 被软化了 他们都与李维坦连接在一起 呼出毒素 但这种连接 是风向的 好的 如果我遇到了你的队员 就可以他们注射 美会直接进入李维坦的心脏 找到 在我们去对付李维坦之前 我们要先去其他几个地方 为喘息者 注射那些煤 削弱李维坦 然后看看商店里面 把等离子切割机 也就是最原始的那把武器啊 的一个升级部件给买下来 然后出发 单纯的这种行走的敌人啊 都好对付 比较恶心的就是那种远程的 和这种普通敌人在一起 拿上一个触手 朝右边这边走 请不吝点赞订阅 普通的尸浅单纯把尸体拿起来 也有一定的攻击力 还有敌人 再次刷出来呢 都是远程的 在我们后面应该有个远程的 那就是远程的 近程远程都可以 很烦 这里打的有点浪了 手柄按快捷键是可以补血的 按B键是补血 按Y键是补能量 然后我们把这层的东西拿一拿 带上一根触手 放在这边门口 然后再去找一根 这边应该 这边是必刷一个的 然后里面有东西 包括有一把新的武器 这游戏里面的武器真的蛮多的 接下来 就要注射煤了 放在门口 像这样的生物 有八个 要给八个注射 稍作等待 回来了 我妈这张不见了 我妈这张不见了 这张不见 looks Very good 这张不见了 我们身上大概有七八个节点 我们去下去升一下级 现在正好电锯里面子弹也空了 可以去骗一波子弹 这个门 门口的那个东西是不会喷毒伤血的 然后可以把等离子切割机升级升一下 射速提升了 然后一个蓄热器把它给弄出来了 然后电锯 升级升一下 威力升一下 好了可以走了 然后脉冲步枪这边升一下子弹 因为最好要有七十发 这个兔兔和榴弹组合枪那一把 走 再次回到刚刚的防身 走了一下回头路 主要回来的原因就是可以补11发电锯的弹药 然后坐电梯前往三楼 再找一下 这个也带着 也可以当做武器 走 带这个东西上来呢 一是省弹药 二是打起来相对比较快那么一丢丢 三楼 比较方便 进门 就可以注射了 这个下面看起来好像是有个东西的 应该是有个东西的 不知道为什么拿不了 吸不掉 不知道为什么 过去呢也拿不掉 拿不掉就拿不掉吧 他不属于我 气死了 开门门口必刷一个 这根钢管啊 好像威力比较大 直接给定在墙上面 走 到二楼去 走 到二楼去 二楼有两条路可以走 我们先走这一条默认可以走的路 会有一个新的敌人 打他这个东西 可以把他给爆掉 如果两个敌人比较近 打爆掉第一个 有可能把第二个打出伤害 前往冷却他 在这里先存个大 在这里要准备好喷火器 拿一个节点 先把这扇门打开 会下来两个小家伙 等他们下来 我们的枪已经升级升过了 打他会好打很多 两枪就干掉了 在这片区域总共会刷这种小怪 刷三只 现在已经刷出来两只了 我开另外一个 我们这种 贪心不足的 少在这边停一下 400块 然后起飞之后 直接往里冲 直接往里冲 又刷了一只小的 赶快进来之后 放个能量 然后烧掉 然后把小的给干掉 然后到角落 拿起罐子 把门口这个给炸死 死了 然后注射没 战利品拿一下 流发弹药 出去之后呢 我是背过的 知道大概的方向 直接 奔着这边走 因为会刷另外 因为会另外刷一只 他这个飞行起来比较麻烦 这边刷了一只怪 直接奔着出口去 走 不用理他 这里理论上以后也不用来了 拿到大的通道 静止往前走 静止往前走 后面也会刷一只 把前面这只干掉 后面那只不用理 我访问一下商店 把新拿到的部件 给他放到仓库里面 可以放点格子出来 然后把不要的东西 给他放起来 暂时现阶段 我不用的 先放到仓库里面去 二楼有两扇门 然后我们切换一下 把二楼的另外一扇门 给打开 走 这一集要去修理 水培区 仓库 过来以后呢 地上会有几具尸体 把尸体给拿出来 否则稍后 会失变 我们把事变的根源 给他解决掉 已经干掉了第四个 4只了 干掉一个 再把这个稍炸一下 太近了 锯了 所以虽然他小 但是有时过不会强出招 这个小东西会把其他的尸体变为敌人 而且还蛮强的那种 我们把三个尸体给扔出去了 所以说只有他们两个了 否则我们对付其中一个 那另一个会把其他的三具尸体一个一个全部又变成敌人啊 这很烦 好了 可以走了 再上卖冲枪 嗯 进来 等等 他已经进了 他将我挥手 然后 抱歉 艾萨克 继续请进吧 只是摄像头出了点故障 看起来将我自己进来 很愚蠢 对吧 这完全 完全不可能 清理完成之后呢 先别着急离开这片区域 建议先到这边存下档 下面的战斗呢 有点小难度 我们先存个档 然后回头下去 否则如果失败了 前面还要清理东西 还要重新清理一遍 存下档呢 比较保险 这边呢 地方比较小 并且我们在地面走路的时候会比较慢 像这边的就不大好过去 比较讨厌 然后到这边来 到他后面去 用这个枪 打他的肩膀 五枪就可以把胳膊打下来 再定住 子弹没了 再定他一下 应该去 这样打比纯粹用电锯啊 会快了不少 然后到这边的房间来 进门之后可以补一下能量 等离子切割机 可以升级一下 弹夹容量 因为刚刚子弹正好打光了 好了 骗了十几发弹药 左边 把钥匙卡拿上 我先走 话说你把这个东西弄起来 这个力量传递到哪儿 应该也在你身上吧 捡起电池 把它放进去 然后要操控旁边开关的时候 就是需要刚刚的那把钥匙了 开关是可以关闭 或者说打开 失重 这个时候会刷敌人 不用管 直接往最上面飞 注射煤 注射完之后 这个场景的其他敌人不用管 直接起飞 离开这片区域 我手头的这一把脉冲步枪 是有70发的弹药 没有升得很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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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只怪的时候呢 要掌握好开枪的节奏 正好他停下来的时候呢 开枪 否则的时候可能78弹药是不够打的 掌握好开枪的节奏 他拉我们一下 停下来了 输出一下 就可以了 公司的某个混蛋想拿走神迹 你和我 或许可以做些什么 这都是你的猜想而已 哈蒙顿在哪 他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我不集中注意力 我们就会在这之前耗尽氧气 干掉第一个触手之后 定住 直接再往上走 掉好头 直接通过第二个 这个区域有两个敌人 很烦 直接 离开这片区域 前往目的地 回头到角落 把这边关掉 有敌人上来 去掉 射车 警告 热力进化器故障 请远离货运管 下面有三条管道在喷火 从下面可以走 上面现在没法走 被这三个管道里面的火喷道是会死的 透过缝隙把前面的一扇门给打开 然后再把这边的这扇门给打开 然后稍微等待一下 等一下他喷的节奏 否则进去给喷死就不好了 前面我们跟在火后面往前走 然后过来之后 稍微等待一下 等他第二个 他是第三个喷 那我们直接走了 然后这边呢会刷敌人 刷两个 然后等他开门 定一下 啊有点退 不走 进行 进行 热力进化器 故障 请远离 后面 然后带一个助手上去 看好就扔在这你别给我又消失了 这个房间里面有些补给可以开一扇门 还有一个节点可以拿 这边的路呢就才打通了 诶哪去了 出手不见了 他显示是第七个 实际上呢是我消除的第六个 警告 热力净化器攻上 轻软铁过去晚 然后带一个助手 这个敌人有时候刷在门那边 都有可能 这边现在这边没刷了 现在还剩下两个 下楼 现在这个是到处第2个 而这个房间就是在我们刚刚在那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工作台的 像那个小房间啊 对面就是那个工作台 然后把这边的毒清理一下 可以清理出一扇门相当于回去的捷径 开门之后 原本这边的敌人我没有清 然后直接进对面的这扇门 一扇门 一扇离开失注状态 检测到周围队 年轻处中部危险 他们可以安息了 这些敌人如果在外面的比较大的场景里面啊 有近程有远程的很麻烦 在里面打可能稍息还好一点 即将进入失注状态 好直接飞走 飞到这边的第二层 落地 好了 现在可以去食品仓库了 即将离开失注状态 下去之后呢 有几率刷敌人 运气好呢 他也可能不刷 看他心情 这个也就是 我不知道原作是不是这样 但是在这次的重置版的的确确确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还有四个节点 电锯枪 没啥可升级的 容量已经基本上升满了 电锯枪的容量真心无所谓 换弹本身就快 一个可以用很久 等离子切割器 子弹给他换上 然后线形枪和光速枪 我们把光速枪升级升一下 待会我们可以打boss的时候呢 我用 节点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 可以洗点的 5000块钱洗一路 就洗一把枪 把一把枪的节点全部拿回来 5000块 然后前面的这个房间呢 我们一直没有去过 没有东西是可以拿的 满了 然后 电锯枪上上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被喷到的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装备 把一些不要的东西给他放进去 主要呢 是把线形枪给他拿出来 因为我们打力为坦啊 是需要线形枪的 然后把弹药啊 都给他 该拿到拿上 好了 有这么多东西 线形枪装备上 好了 然后存个档 存档的中间呢 我剪掉一段 是什么呢 我又调整了一下身上的装备 我们把身上控出了更多的格子 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补给不少的东西 简测到石屋仓库受到无人 持管气炸 该死 气炸已经打开了 但力为坦太肖大了 它粘在石屋仓库的内部 我们需要更多的煤 没时间了 我要进去 也许我能把它切下来 力为坦有一万吨重 真的需要我来告诉你 这是个坏主意吗 进去之后 暂时不要往前走 这边有大量的补给 有十几个补给 近距离的我们就直接给他拉过来 直接拿掉有两个补血的 补养器的可以拿回去卖钱 弹药 有不少的等离子切割器的弹药 这也是游戏作者 怕打到这里弹尽粮绝了 所以在这边给我们补充了不少弹药 再远就拿不到了 只能抓比较近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人 尸体往旁边放 因为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 进攻路线 拿不到了 要往前走了 飞过去的路上拿 前面好多点点都可以拿 好了 走 进去飞 之所以刚刚调整装备 就是身上 可以 多带点东西出去 三个触手出来了 看 哪一个有特殊动作 缩进去 定住他 蓄力 打他的大能包 这包好像没打到 OK 解脏的 这平时 可 走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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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是打中三次 就可以进入二阶段 二阶段中间的这个东西会喷东西出来 可以把它抓起来 但是我们要横向进行移动 否则我们砸回去的东西 会被它砸出来的东西在中间给抵消掉 如果可以横向移动 像这样横向移动 就可以躲开它下一个砸出来的 好进入最后阶段 全场出毒气 好进入最后 这边测试有点失误 这边测试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章节前往采矿甲板 再见 拜拜